我现在是在人民大会堂 今天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这里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带大家来看一下今天会见的地点 这是我身后的福建厅 看一下今天福建厅的布置 靠近我们这一边的是中方的位置 另一侧是美方的位置 我们来看看都有谁来一起参加今天的会见 有国务卿办公室的副主任沙利文 这边是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 驻华大使伯恩斯 那边就是布林肯的座位 这是布林肯任内第二次到访中国 上一次在这里与习主席的会见 他也是坐在相同的位置 刚才是听到了李冰的口号声 应该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车队岛 布林肯现在到达了人民大会堂 他从北门进入之后 现在是前往新疆厅休息 现在布林肯一行是前往福建厅参加会见 走在他旁边的是驻华大使郭文斯 现在福建厅的门已经关上了 会见结束了 他们已经出来了 大使是前往新疆地的环境 感谢观看